Hello everyone 這次呢要去沖繩 要介紹一下這個 好用的幾個產品 我覺得這次真的是幫得很大的忙 尤其是在拍照上面 這個呢第一個就是GoPro GoPro有個問題就是 它的電池 我買了新的電池 這個電池 對 然後 新的記憶卡 我去沖繩的時候忘記帶了 這個是我在便利商店買的一個 記憶卡 這個很神奇喔 它可以連續錄製大概 差不多一個小時 真的太開心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電池 你看可以肉眼可見的膨脹 真的非常的平 這是新的 這個電池 沒有很貴 還比這個 這個便宜很多 這個比較貴 這個比較便宜 這已經膨脹到這種 插進去都快拔不出來 再來就是 這一個真的是 我真的第一次買這種記憶卡 我之前買都是 別家的記憶卡 但是很容易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電池的關係 還是記憶卡造成那個 我買過32G 64G 128 但都沒有這個好用 這個非常的好 在日本的那個便利商店買的 隨便買了一張 因為呢 我的手機呢 是Samsung的 Samsung有個好處呢 就是它在存取資料上呢 是比Apple方便真的很多 那這個 這個平板也是 Samsung的 然後把它插上去 它就可以開始備辦了 所以就是整個在旅行的過程中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我真的很希望的資料呢 都是被好好的存去的 所以這個是 很方便的一個小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我幾乎每天都會用到的 這是一個泰國的 泰國的那個 上面寫太文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我原本是買來就是插那個蚊 幫蚊子咬的 應該是 薄荷什麼東西的 但因為呢 這次的坐飛機實在是遇到太多小朋友 然後還有 它可以輸 就是蠻有趣的一個 嗯 對 這個蠻好用的 雖然我也看不懂這上面寫什麼 不過這是那時候好像跟團工一起買吧 再來就是這個啦 這個呢 解除肩膀痠痛呢 這蠻有的 這我在日本買的 因為實在是 全身都在痛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很方便的 Type-C的那個 記憶卡存取 然後這配了一個512的那個 記憶卡 它存取非常的快速 方便 然後就可以把檔案全部備份在這個 就是另外一個Device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還不錯的東西 就是出國玩呢 檔案備份是一個 檔案備份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它非常輕巧 它只有 MicroSD跟SD的那個 兩個卡槽而已 但適用於大部分的一些記憶裝置 所以這個是蠻方便的小東西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隨身攜帶小包包啊 這個是那時候買眼鏡的時候送的 然後這個大小 剛好可以放一個 手機 護照 錢包 還有那個 旅館的房卡 放前面 這樣都不用攜帶 這個是非常適合的一個 小 小小的一個 對 這次出國呢 很開心 因為我準備了很多東西 所以 就是整個 就是比較舒適一點 不然就是你會擔心這個 什麼這個沒背道啦 那個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 出門玩是很開心的 這一個呢 非常的方便 就是它打開來 還是要旋轉 然後這樣子 插在身上就好 對 它的使用方式呢 非常簡單 而且 就還蠻有效的 這個是 我覺得是蠻 很不錯的一個產品 對 很不錯的一個產品